我們說量入維出的道理 就是應該投資的東西就是投資 不應該投資的東西就應該要自保、要省 如果量入維出的經濟預算 能夠與國策配合 那得到的結果就叫做安設 大家好 我是山金老人岑日菲 歡迎大家又收看 《經濟通》 《易經看世界》這個頻道 這次就和大家說一下《易經的折掛》 為什麼要說折掛呢 因為你看回香港的《基本法》第107條 就說到特區政府的理財原則 是以量入維出 一定要做到收支平衡 不要出現赤字 但是看回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已經預算今年的赤字達到1016億 而且我們的財爺、陳茂波都預料 明年的赤字也是有的 因為發債發了1200億 但是赤字仍然是有481億 所以今年的儲備到3月底為止 只剩下7339億 而明年雖然赤字減少了 但財政儲備會繼續減少到6851億 由於說量入維出 大家應該參考一下《易經》的折掛 如何說量入維出的道理 《折掛》裡的掛詞 就說虎折不可徵無咎 虎折的字字 如果你看回那個字形 說文解字 解這個折是竹藥 所謂竹藥就是我們看竹樹的折 一次折的竹就將它引申為 折就是講折藥 折、折制、折劍等這些含義 而且在《易經》裡的折掛傳 說折是停止的折 所以折跟折有關 而你看回那個折掛 我們稱為水摘折 折是正確相反的 折水困是表示折在漏折 在漏水 那不是量入為出 那是有出沒有入 不斷漏水 整個警方都很麻煩的 變成受困 但水摘折 就變成了摘上有水 其實是水舊的 但問題是要省些洗 要慢慢折散 不要浪費 所以我們稱為水摘折 水是深水 所以不用那麼害怕 但你不能亂用 但是在折的過程之中 我們說過 話詞說虎折 虎折就是說 你折得來是要有技術的 要有藝術 不要硬來 不要折得太辛苦 我們說虎折 我想起一個很好的故事 就說 釋迦茅尼未成佛之前 他的名字叫釋達多 他曾經收苦恨六年 六年都不成道 他現在六年的過程之中 他當時叫釋達多 他的問題是 因為他受到當時 受到印度的教 叫做旗拿教的影響 旗拿教就說明 人越能夠受苦 特別是又不吃東西 又會住得辛苦 各方面 你達到解脫的機會就越多 所以當時釋達多就信了這套 最初每天就吃一個 水果 不是我們所說的 不是一人吃一個蘋果就OK 他吃了一粒棗 不知道是紅棗還是蜜棗 後來甚至是兩天吃一次 三天吃一次 七天吃一次 睡的地方 是可以自己倒吊來睡 要將自己暴躁 又睡在寒冰上 穿爛衫爛褲 弄得自己好像皮包骨一樣 而且熬了六年 收完苦恨 還收紫色禪 所謂紫色禪 就是要閉住呼吸 閉住耳朵 閉住鼻孔 閉住口 令裡面的呼吸 不會走出身邊 其實會令自己人好看 痛苦 又頭痛又心痛 所以釋迦牟尼 當時釋達多時熬了六年 結果後來他放棄 很累地走 那時他在一個雪山 又叫做大偉山 雪山走到山腳下 去到一個叫麗拿善河 那裡 然後就暈倒 幸好就遇到一個牧羊女 給了一碗羊奶粥給他吃 吃了然後他的體力才恢復 但是他已經和他同收的人 都認為他是逃兵 但是他開始覺得不到 領悟到靠苦恨是不可以成罰的 成罰最重要是一個政見 這個是釋迦牟尼 他的感悟所得來的道理 沒有政見的苦恨 其實是得不到結果的 而且問題是浪費時間 所以這個就呼應 《易經》上面說 苦折不可證 就是搞苦折不是靠苦苦地坑劍 有絕食等各方面 就能夠得到一個好的節制的結果 《易經》裡面的節卦 你們看到裡面的內卦 那個二三四牛 成立一個我們叫做鎮卦 代表行動 然後那個三四五牛 其實是代表一個什麼 代表一個禁卦 禁卦代表止 即是說你節制得來 是需要配合行動 成立一個節卦裡面的藝術 我們叫做動態的平衡 《易經》裡面很講均衡 陰陽的均衡 陰陽的一個在動態的過程裡面 謀求一個很好的適中點 所以我們說的節卦是適可而節 不是強硬來節 你看回整個節卦叫你節 有時你要節制 飲食要節制 飲食不節制就會病了 如果言語不節制就會惹禍 如果你財用不節制就會敗家 如果你的蜥肉不節制就會傷心 所以問題是你完全要懂得如何適可而節 但是如果你令你絕食又要讓你不出聲 好像閉目不言 甚至令你全部讓你都要斷肉 這些全部都做了 其實會出很多和事出來的 這個節卦有六個牛詞 在節制量入圍出的程度之下 也提及你應該怎樣投資 很有趣的 節卦的下牛是對卦 其實對卦代表起月 這個上面的坎卦也代表危險 即是以一個起月的心情去應付危險的處境 我們節卦裡面的特色就是這裡 但是你看看這個初牛 我們說的初牛就是這個初九 這個說法叫做不出護庭無咎 九二牛就叫做不出門庭 就叫做空 你看下去就是護庭和門庭有什麼不同呢 為什麼會叫護庭又叫門庭呢 你看到以前我們讀陶淵明的詩 歸原田居裡面說的 笑無色族運 聖本外憂三 不落塵妄中 一去三十年裡面就說到 護庭無塵襲 虛失有餘涵 因為陶淵明就用護庭 但是你看到一個成語說 叫做門庭約史 出自戰國策的齊冊 所以問題是門庭和護庭有什麼不同呢 原來護庭是在屋裡面 門庭是說走出屋前外面的空地 以前我們說的 我們那些屋 跟現在不同的住宅 但屋外面有庭院的 門庭約史就是說很多人來拜訪 衝衝入入變了好像一個虛一樣 叫做門庭約史 所以問題是說初九 為什麼說不出護庭無咎呢 因為問題是說 現在外面風大雨大 那個投資環境不好 要小心會出錯 所以最好就是躲在家裡 不要出來 這個就叫做不出護庭無咎 這是明節保身之道 如果環境不好 不要亂作投資 這是我們說的量入圍出 其中一個原則 但是到九二牛就不同了 九二牛呢 其實就變成了 投資環境轉了好 有了機遇 遇上機遇 你就應該是投資 所以我們說量入圍出的道理 就是應該投資的東西就是投資 不應該投資的東西 就應該要自保 要省 像我們今次財政預算案說 有些事暫時不應該做 我們都曾經讚過它 譬如說將這個交易洲 2025年的田海暫時推遲 這個應該是符合初九牛的 不出護庭無咎 甚至我們切勒 這些都是不出護庭無咎的做法 但是如果適合投資的東西 比如說發展科技 科創這些東西 各方面可以考慮 這些東西屬於九二牛 叫不出門庭的空 如果應投資而不投資 遇到好的機遇 而不作一個這樣的策劃 其實是帶來一個不好的結果 我們說這個折掛本身 就開始的兩牛 就講到那個投資之道 然後到六三牛 六三牛 那個是三位 你是陰牛 不當位 不當位 就算了 而且不當位 在折掛來講 就出現了一個叫做不知節制的局面 很多東西你使得太多 而不懂得省 那就叫做不知節制 結果就會什麼 這個牛詞說 不節藥 則遮藥 遮藥就是我們俗語所說 因為你不加節制 所以引起一個不好的結果 所以你變成在那裡哭哭哭佛 在那裡哭哭哭 那叫做則遮藥 但是加節制有一個不好的後果 是你舊游持取 所以六三牛 講不節藥 則遮藥 那個道理就講 這個是一個全個卦裡面最差的牛 六四牛 和九五牛 是節卦裡面很重要 但是很有趣的 六四牛 那個你叫做什麼 叫做安節 叫做安節 亨 安平 安的安 折得來有一個令人安心 而且安穩 為什麼會安穩呢 很有趣 我們講整個節卦本身 最重要的牛就是九五牛 叫做金節 而我們看香港 一國兩制 這樣的情況 九五牛 就代表什麼 九五牛 就代表 我們的阿爺 就是北京政府 阿爺就是九五 香港就是六四 為什麼六四會安節呢 因為問題九五在六四之上 六四肯能夠配合阿爺的政策 阿爺的國策 如果量入圍出的經濟預算 能夠和國策配合 那得到的結果就叫做安節 這個節卦說得很清楚的 安節是六四應該怎麼做的事情 然後你講到這個 第五牛 九五牛 叫做金節 叫做金節 就是金香的金 金甜的金 節得大是很金香 很金甜 這個切掛的最高境界 這個金節呢 我就想起呢 中國大陸 有個演員 我相信香港觀眾都熟悉的 叫做陳道明 陳道明呢 就是如果大家看過 康熙王朝 裡面演康熙成年的時候 康熙王帝那個演員就是他了 那他是一個很有 草藝的 和很有演藝天才的 他今年應該都69歲了 他這幾年呢 經常講出他對人生的一個感悟 那這個很有啟發力的感悟 他說 喂 他說 最大的人生的最高境界 和人生的最大享受 就叫做節制 為什麼他會說節制是享受呢 這個就叫做金節 他說 他說 麥責的釋放 或者精神的釋放 都是很容易的 但是節制是很難的 如果你能夠懂得節制呢 這個你就明白 人生的最高的一個道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享受 這個是陳道明的金句 所以金節呢 要明白要節得來 不是苦節 節得來呢 覺得你苦 那你就不是一個好的節制 好似當年釋加茅尼他六年苦修苦陷 他節得很辛苦 後來他講 佛家講打坐 打坐的時候 轉到四禅八定的時候 他們的打坐 會出現所謂叫輕安 就是一點都不辛苦的 會覺得一種愉快的感覺 會出現輕安的感覺 所以節呢 是要金節 不是苦節 所以九五呢 就講金節呢 就是吉 我們講量入圍出呢 不要強硬來要問題 節到呢 一定要什麼呢 一定要到敦轉港的節掛 令到是民生好 人民富足 然後那種節呢 成一種制度 然後才帶來一個好的環境 和一個好的民生 這個就是節掛裡面所說的東西 但是你看到 過了九五的金節呢 去到上六 又再來一個叫做苦節空 為什麼苦節會空呢 你看到了 因為九五是金節 去到你那個上六呢 那個是陰堯 陰堯騎著 在易經來說 陰堯騎著羊堯呢 是叫做不聽話 就是說呢 你如果不能夠配合上頭那個國策 而強硬要做一些節制的行為呢 那個結果是帶來一個非常之不好的惡兆 的兇兆 所以叫做苦節要兇 所以你看到沒有設掛那個道理呢 你看到全部呢 你知道呢 每個階段的節都不同 先講投資 後面講要不要不加節制 你一定要配合 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之下 配合基本法107條呢 那個節制那種制度呢 其實是要中國和香港是互相配合 然後才可以呢 即使現在出現財政赤字 但是慢慢來呢 應該能夠可以能夠扭轉了 我們現在的經濟環境不好的一個情況 今天先講到這裡 歡迎大家分享 讚好和訂閱 拜拜